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只有七百二十几万 那光两龙出行就每一天近十亿次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两个轮子上的国家 而有五亿人每一天使用两龙交通工具 在解决出行问题 在共享单车没有出现之前 整个短途出行大部分是由政府采购的这些公共自行车替代的 那当共享单车出现之后 我们获得了市场上的极大的运户的需求 那今天我们将近每一天服务两千万人 那在共享单车在大的城市里面 在类似于百上广深航这样的超级规模的大城市 我们已经真正的把共享单车 融入到了当地的公共系统 解决了几千万人每一天的短途出行问题 那我在这里大概再简单讲一个数据 我们在宁波 我们的共享单车和助力车服务 每一天服务了27万人 但是宁波的三个地铁 有1号线 2号线和3号线 三个地铁政府投资建设了1400多亿 但每一天解决的是11万人的出行问题 所以在中国大城市里面 共享单车已经真正成为第二大运力工具 而在下城市场 共享单车和助力车服务 已经成为了第一大运力市场 我们在大部分中小城市里面 已经成为最大的运输交通工具 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短途出行的问题 那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哈罗大概提供了120亿次的出行服务 我们每一天平均约提供2000万次的出行服务 那这个数据还在快速增长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每一天将提供超过1亿次的出行服务 我们对共享单车的理解 可能还不完全一样 对于这个生意比较早期 绝大部分的人理解共享单车是一个自行车 是一个自行车加一把锁的生意 但哈罗去做这个生意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对于共享单车的理解 是一个极度依赖于技术的生意 是一个真正的智能化硬件运营的生意 所以在比较早期 我们对于这个生意的理解 以至于今天 我们有约800万台的智能硬件 在中国近200多个城市里面 每一天为2000万人提供出行服务 严格意义上说 是实现了第一次智能物联网 第一次的大规模应用 那整个智能技术的发展 尤其在共享单车这个领域的应用里面 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 那接下来我会举一些具体例子 我们如何用技术 解决共享单车这个商业模式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解决的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智能锁 那从我们干这件事情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坚决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保证 我们投放到路上的每一个设备 都是一个智能设备 而这个智能设备 拥有实时传输所有的数据 能帮助我们实现智能化运营 以及智能化决策 真正地做到科学化的运营 那我们坐共享单车 碰到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定位问题 那对于大部分设备而言 它的定位如果差距在15米 大家是没有太多感觉的 但对于共享单车而言 如果定位差距有15米 那这个生意将非常难以维持下去 那为什么呢 那由于共享单车 它是一个巨大的量 然后呢散落在几百个城市 每一个角落里面 所以一台车要是坏掉了 你要找到这台车 把它维修好 是一个极难的问题 首先你要知道哪一台车是好的 哪一台车是坏的 当你有800万台设备 在所有城市里面 那你要通过什么样的传感器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模型去测算 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这首先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那当然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很好的通过数据模型 去更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定位问题 那定位问题一直特别困扰着我们 那定位问题是 当你知道哪台车是好的 哪台车是坏的以后 你要去维修它 你维修它 你要知道它坏了哪里 然后呢它坏在什么地方 它在城市的哪一个位置 这都极其困难 因为我们的运维人员有很强的考核 你需要每一天修40台单车 修多少台电瓶车 然后呢去解决多少这个这些问题 所以这极度依赖于定位技术 那定位差距15米 可能当你到这个地方去 这个车子并不在这里 而是在某一个墙里面 所以你很难去找到这辆车 所以我们在整个智能硬件的迭代过程中 我们大概用了四种定位 以及大概五种的聚合算法 去解决我们这个定位的差距问题 那我们最早第一代车 用了这个基站定位 到第二代我们用基站加GPS 到第三代我们上了蓝牙聚合 那这个也是我们独特拥有的 因为我们车在路上 每个车的定位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我们又能让我们每一台车 车和车之间产生通讯 然后用算法去纠偏我们整个车子的定位 那到第四代 我们已经上了这个WiFi定位 那这里面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算法 以保证我们整个车子 在定位过程中的精准度 所以整个共享单车 是一个特别特别依赖于 这个这些微小的技术创新 来改善日常中经营效率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遇到了很多很多 非常棘手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我们早期的车子 我们的车载定位算法不准确的时候 我们要发布我们整个算法更新的程序 我们发现 我们车子的整个能量完全不支持我们这么做 因为整个单车 它每一天是靠太阳能板吸收的能量 然后冲到电池 然后每一天我们要通过这些链接 消耗掉的电 然后算得非常精准 所以让我们整个车子在能源上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个能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后 我们就不敢更多的启用我们的GPS WiFi等等的一系列功能 那在这几年的过程中 我们也通过不断的发展 在整个能源循环系统上 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迭代 对 所以对于整个单车的 整个智能的发展 我们认为前端 我们需要有大量的智能硬件 这些智能硬件之间会产生彼此交互 那这些彼此交互会促进我们的算法 促进我们对于城市 黑洞 黑洞网络 以及静停区域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 最终我们希望达成两样东西 第一智能决策 第二智能运营 那在接下来我会有一些更细节的介绍 那这是第一趴 想要实现智能运营和智能决策 的第一趴就是需要我们的车子 是一个实时在线的通讯设备 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很多投入 那最终我们要实现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要在一个城市 我们如何经营和怎么经营 都不是我们当地城市的负责人而决定的 而都应该由我们系统决定 因为由人决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有近300个城市 这个城市经营的好 这个城市经营的坏 完全是凭这个人的经验来决定的 那这样子随着九二九支 我们覆盖的城市越广 我们发现我们有一批城市干得很好 有一批城市干得很差 那很差的城市我们运气不好 我们选错了人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些东西更具备复制化 更具备可操作性 更不依赖于人 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用Air 去帮我们去做决策 去帮我们去控制整个城市的经营范围 比如说在杭州 整个杭州城我们应该服务多大的面积 不是我们杭州的负责人决定的 而是我们的系统决定的 我们的系统通过高德 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些用力的数据 我们发现哪些地方适合做共享单车 哪些地方不适合做共享单车 不适合做共享单车的地方 我们的Air自动会把这些区域给画出来 所以我们大量做了这些非常基础的工作 对 那有了第一步在线化 第二步其实就是数据化 那共享单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先易后难的生意 刚开始很容易做 原因是因为你第一天干的时候 你有两个指标特别好 第一个叫有效位置 第二个叫有效车辆 有效位置是 你刚开始干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数据 把你所有的车子 投放在这些城市里 共享单车最需要的地方 你把车子投放在这些地方 但是随着时间 你的车子会被大量的骑散到 各个角格拉里去 骑到城市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骑到地下室 骑到楼道 骑到小区里面去 骑到城乡结合部里面去 所以最终随着时间你会发现 你在这个城市原本放了十万台车 但是随着时间路上根本没有车了 因为车都进了那些死角落里面 然后你需要用大量的人 把这些车子又给调度回来 所以这个生意根本无法运营下去 它根本无法持续地做下去 所以非常非常难做 那最终我们通过我们的AR 我们会自动把这个城市 应该服务多大的面积 和哪些区域 我们不应该让用户停进去 和哪些区域 我们不应该让用户运营 用这些系统把它找出来 对 比如说 某一个小区 我们会发现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向场景 也就意味着今天有十个运户 把车骑进去 但只有两个运户愿意把车骑出来 那就意味着 那个地方会多八辆闲置的车辆 明天又会有七八个人把车骑进去 又会有一两个运户把车骑出来 随着时间久而久之 这个小区里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车 我们需要派人把它调度出来 放在门口 那这样子的话 中国有几十万个小区 非常非常大 在百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还好 物业还会管一管 不让大家骑进去 但是在三四线城市 物业几乎不管 这些生意你根本无法运营 所以我们需要靠我们的技术 不断地去识别 哪些是单向场景 哪些是双向场景 哪些地方我们应该服务 哪些地方我们不应该服务 然后把它通过 这个技术和我们的硬件结合 当用户骑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他 这个地方不能骑行 如果你一定要骑进去 我们会对你加受一个费用 当我们多次发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会对你有更多的处罚 比如说我们会当 当我们会发现你超出我们的服务范围了 我们会自动把车锁起来 等等我们用了一系列的手段 困制出这些原因 那第三块是智能化的运营 那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在这个城市做生意 我们把一个参数数进去 这大概参数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常住人口 这个城市每平方公里内人口的密度 然后系统会自动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城市应该投放多少车辆 有了这个基本数据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城市生成起来 生成起来我们的Air和我们的整个高德的数据 会大概告诉我们 在这个城市我们应该服务什么样的范围 我们应该你像这样的一个城市 我们服务的范围是完全不规则的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 这个这样的经营范围 才是让我们这个城市可持续化 而不是这个城市 我们所有的地方全部服务 对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个城市经营的会更高效 然后呢这个更科学化 更理性化的去运营 而不至于在一个城市 我们放一百万台共享单车 所以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我们要实现真正智能化和精细化的运营 首先是科学的方法 你要用这些科学的方法 找到科学的运营 而这些科学的运营 是极度依赖于数据和智能硬件之间的 互相配合 第三块 在整个共享单车 蓬勃发展的这个几年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天服务脸千万多万人 那这个在过去是一个挺爆炸性的增长 对 但确实我们对城市的管理 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让这个城市的监管 让街头的乱停乱放 让每一个地铁站 车的堆积如山 等等这些问题 成为了一个共享单车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在这几年里面 我们一直特别特别希望用技术 真正的帮助城市管理者 去解决 去真正的去实现 对于停放管理 有序停放的一些 这个治理问题 那哈罗在整个定点停放技术上 也是业内最领先的水平 那我们被近一百个城市引进 我们在城市道路 这个规范的这些画的 这个政府画的这些单车的 这些停车区域 我们有一些蓝牙技术 我们兼准的监控到 每一台车是停在 应该停放的地方 还是不应该停放的地方 等等 实现帮助政府去 这个监管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套X系统 我们是帮助城市政府 去解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城市 共享单车都有极大的热点 而这些热点 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会车辆堆积如山问题 我们通过我们的X系统 去发现这个地方 共享单车各个品牌的数量 以及这个社会车辆的数量 然后呢 以及道路的实施情况 让政府对于 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提出一些 针对性的运营和管理的办法 那 在整个智能交通的未来 在整个大V2X的这个 这个背景下 哈罗平台上未来每一个智能设备 都将是一个实时在线的联网设备 而这些实时在线联网设备 将更好地解决 两龙交通出行的安全问题 对 最后 那个 由于哈罗团队诠释技术背景的原因 我们 在过去几年里面 硬生生地把一个 看似非常传统的自行车行业 用技术和数据 AI的方式 做成了一个 真正的技术公司 谢谢